马色兰是赤霞珠与戈海纳的杂交品种 这个品种是来自于这个法国的 马色兰的花香会更好一些 它的果香会更好一些 非常浓郁的这个香气 浓郁和复杂的药药的一个香气 在宁夏当地的一个适应性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当地的话说就是比较皮实 它的果粒是非常小 它的果创非常大 它泛这种蓝的紫色 比它希腊的颜色还要深 并且它的结构感要相较于赤霞珠来说 更细腻一些 酒体比较柔软 并且有非常柔和的一个丹宁 在2014年我们选择马色兰的时候 当时马色兰已经在个别的一些小酒庄 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表现 宁夏种赤霞珠特别多 正好这个品种又有赤霞珠的基因在里面 然后我们也想寻求这个跟其他酒庄的差异化 尤其是在项目桶当中成年以后 它的潜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这个铜锯呢如同了三个月 在每个月的品尝当中都给我们带了不一样的一个经验 这个品种到现在目前表现也一直很稳定 我觉得这个品种是名下有可能是中国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 我们夏目酒庄2014年种植的马色兰 是从2009年开始种的 到现在已经11年了 我们酒庄的马色兰其实最早是在2005年就隐重了 马色兰 马色兰应该如果用女人来形容的话 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士 绅士吧 赤霞珠是一个北方的粗犷的汉子 马色兰这个酒就是怎么来形容呢 就是颜值和实力都有的 像我们的男神碰鱼烟一样 看上去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尝起来非常的容易入口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非常爱的男神 就是我眼中的马色兰 然后呢 这个赤霞珠就像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非常硬核的男人 巨石强森 杰森斯坦森一样的非常硬核 美乐 着实是喜欢不起来 就像你如果要用男性来形容她的话 就像一个非常阴柔的男人 马色兰就属于一个像青壮年的一个小伙子一样 她是她的一个阴阳身上也是特别壮 然后她的结实能力也是特别强 我觉得她是一个女性 然后很sexy的那种 赤霞珠应该是 就是如果这么要比较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男性 她是很有骨架的 有这种就力量型的这种 马色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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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m of muslin cheers